现在呀有一个词语是非常的流行 那就是跨界合作 娱乐圈 时尚界 通通都逃脱不了这样听起来 非常高端洋气的合作方式 当夜店和梯台相结合 又会是怎样的一副面貌呢 说到夜店你会想到什么呢 除了各式各样的美酒 还会有什么吸引你的前往呢 在上海的福州路山东中路 有一家藏匿在写字楼中的夜店 他的出名是因为这里如今是 外国友人最推崇的派对场所 说他备受关注并非是因为 他与东方明珠遥遥相对的地理位置 而是在这里时常有时尚大秀的跨界出演 只是在人气高涨空间狭小的夜店里 又怎么容下梯台的身影呢 今天的窗衣就是我们用一个宝台 我们就变成一个宝台 然后这里面会有色灯 很多这个辣幕的性感都在这里面 你的意思就是说 模特会把这里当做梯台是吧 是吧台也是梯台 在上海的夜店中估计是寥寥无几 若是你走进后台 你会发觉虽然这里的空间并不大 高挑的模特几乎会转不过身来 但这忙碌的架势跟时装周后台 几乎没什么两样 通过后台模特的着装 很显然这是场内衣秀 如此诱惑的主题 自然是要放在一个 让人热血沸腾的夜店来上演 当然设计师告诉我们 他的想法还不止如此 所以与其说是内衣秀 更不是说是为夜行动物 准备的出行装备更为贴切 这样的设计就是说 你会更加有利于把它外穿 接一个小短裙或者一个高腰裤 搭一个西装 这样就OK 就是一份比较正式的衣服 然后呢出去玩也脱了 就可以直接玩的 这样是比较实用的一个衣服 或者说即使你把它当内衣穿 也是没有问题 所以是非常实用的一个东西 然后再其次说 这个裙子呢 就是我们那个 就是我觉得来说是 配合这个做的 然后你里面可以穿 各种颜色的打底裤 就是属于比较有风格的女生 可以穿的这种东西 除了在内衣中融入捆绑元素 一些动物扩形的剪裁 也被模特穿在身上 比如说它这个东西 它就是本来是一个紧身的素身衣 然后它改成了一个 就像裙子一样 萤火虫啊 就是像翅膀一样的感觉 然后这个东西呢 就像小蜜蜂身上的颜色 然后还有这个蚁毛 包含着一种动物身上的一种元素吧 与凡复的内衣设计相呼应的是发誓 这一次造型师创意地改造了我们熟悉的纸质灯笼 今天那个设计师所要表现的主题 它是萤火的感觉 然后呢 我们用了很多的各式各样的灯笼 我觉得我对萤火的理解 它是热情的 它是光明的 所以说我体现了一个用组合成那个宇宙的效果 我觉得这样能够更能体现萤火的主题 内衣大秀正式上演 不光是模特的妆容 就连所展示的内衣都是用荧光面料制成 在夜店中显现出神秘的一面 模特脚底下的正是夜店的吧台 微暗的光芒透过玻璃折射在模特身上 一场需要所有人去仰视的内衣秀 让经常在这里出没的派对动物也觉得别有声剧 这是第一次建设计师 是 这是第一次在上海 好 这个秀 它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设计很特别 结束了第一场秀 模特们迅速冲回后台 因为等待他们的还有第二场成衣秀 只是从内衣变成成衣 无需大动干戈的幻转略加跌穿 再加上设计师手里的小道具一切轻松搞定 用了是松紧带做成的腰带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自己在家电话一下都是可以的 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 就是说你如果有兴趣你可以自己找一个 我定一个形状 然后我缠一下 然后这样定用紳针缝一下 确实都可以出来 都不是很难的东西 接着内衣与意见的结合 设计亮点显然不是重要的了 挑对场合即便是前来观秀的设计同行 也已经完全被打动 它会聚集一些很多的潮人吧 观众 还有更多的喜爱设计的人来参观你的秀 更有氛围一些 如果你向往秀场 只有无法结往 或许在这里 你也能感受到时尚的激情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